异母对我可不像他们 她愿意我长去 并不仅仅因为想有个人陪她 她教我弹古琴 这是我喜爱中国音乐的开始 为了教我欣赏音乐 她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古代音乐家的故事 她教我弹的五首曲子筋骨流传 但今天已没什么人会了 我现在还能记得两首 其他三首的调子差不多一望干净 异母常跟我讲 音乐是表达情感最美的方式 因此古代圣贤 包括孔子都认为 音乐对任何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音乐都是发护于人的真性情 为了帮我理解 她讲了下面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周朝 文王 武王是两位高明的作曲家 文王称帝前 被暴君昼王求于游礼 做成快智人口的游礼 此曲精妙 如怨如目 如气如素 这一时期 还有一段感动人的故事 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伯牙行传 伯牙驯于山脚 古琴 钟子期驻足聆听 曲中 钟子期曰 善在 鹅鹅兮若泰山 伯牙大惊 又弹一曲 子期道 善在 洋洋兮若江河 伯牙邀子期上传 唱弹音乐 隐为知己 钟子期死 伯牙破琴绝弦 终身不负古琴 以为 世武族富为古琴者 高山和流水 是两支优美的乐曲 流传至今 第二个故事 发生在西晋 季康是位 受人尊敬的学者 也是位天才音乐家 他的广陵伞 最为人传颂 欲为先乐 当时 人们极想听他弹奏 却都被惋谢 他说 这首曲子 是上天赐语的 若经常在凡间弹奏 上天会降罪的 他的外甥 也是音乐家 总想找机会 听听这支曲子 学会了 好自己弹奏 一天 外甥躺在棺材里装死 季康前来吊唸 妹妹对他说 儿子临死前 遗憾 今生今世 没听过广陵伞 到了地下 也不会瞑目 如果母亲疼他 就请舅舅 在陵前弹奏一曲 季康为真情所动 抚琴弹奏 广陵伞 极致知道了事情经过 愤然至情而去 发誓 不再奏词曲 好在 这位外甥 凭着记忆 写下了这首 优美的乐曲 流传下来 唐代著名散文家 陆归门的 《醉于唱晚》 也是一首 为人所知的乐曲 是为劝慰遭贬的 远方朋友而作 宋代也产生过 几首著名的乐曲 有两首 异母弹得非常好 是《普安咒》 和《士弹章》 普安是位僧人 住在一个山洞里 一天 听到重重流动的泉水 便把佛经撇在一边 望晴于清丽优雅 宁静超然的山景之中 在一股强烈的感情冲动下 写成《普安咒》 然后又写成《士弹章》 这是在音乐中 第一次表达佛教情感 每当异母感到烦闷时 弹奏这两首曲子中的一首 就会感到心境平和 淡泊雅然 异父的高山流水 弹得最拿手 流水较长 分成十一个部分 开始时 溪水从鸟语花香的山谷 缓缓流出 在山时间穿藤崩涌 湍急飞流 形成瀑布 而后由支流汇成江河 林间狂风怒嚎 溪流冲击岩石 雷雨震震 涓涓全流的归宿 是浩瀚无垠的大海 海浪在咆哮 与高傲飞翔的海鸥构成一曲和谐的交响乐 突然 暴风雨过去了 海面上风平浪静 弹奏时 手指在琴上腾挪闪跳 异常灵活 富有韵律 我学会了弹流水 但到日本的两年间 我没有再弹 每当我孤独地面对自然时 音乐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异母是个好老师 教我弹琴时 让我耳听音乐 脑中却要构思一幅音乐的图画 例如 她教我平沙落雁时 给我描绘出一幅秋叶图 月光照着沙滩 微风吹拂 芦苇摇曳 流水残残 她说 想想看 群雁在沙滩上嬉戏 冬天来临前 要飞到南方去 他们翱翔在空中 一支大雁掉了队 在秋叶中呼唤着同伴 最后 他们相逢 在美丽的新家 沉浸于欢乐之中 异母还教会我 踢箭子 跳绳 箭子好做 找几根羽毛 在头里拴上几枚铜钱 用布包起来 一记就行 选择羽毛非常重要 我们用两只脚来回倒替着踢 起初很难 一会儿就喜欢上了 义母可以一气踢上200次 而箭子不落地 我第一天只能踢两三下 练了一个星期 踢上五六十次不成问题 跳绳比较容易 可要跳得姿态优美也挺难 我爱看义母跳绳 她跳得又快又巧 仿如脚不沾地 一百次下来 脸不变色 心不跳 轻盈得像只小燕子 有时碰上好天气 义母便带我出城 找个大空场放风筝 还经常带着个小伙计 我拿着线 小伙计把风筝举过头顶 我拉着线跑 她放开手 风筝越飞越高 北京春天的风 有时凛冽刺骨 我记得有一次 冻得差点放了手中的线 风筝忽然显得重了 几乎把我拉起来 我感到自己 好像成了一条咬钩的鱼 我大叫起来 一是兴奋 二是害怕 义母过来抱住我 接过我手中的线 把风筝放得更高了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 看着它 每当在露天 看到湛蓝的天空 枯黄的草地 一幅美丽的风筝放飞图 便展现在我眼前 我非常想念义母 做风筝也很好玩 义母给我做的几只风筝 跟我差不多大 先做风筝架 通常是蝴蝶 大鸟或美人的形状 架子用竹棍绑好 再胡上白纸 我来画 因为义母说 我会画得很好 我高兴在风筝上做画 画画时 与义母有说有笑 有一次 家里的佣人来看我 见我同在家时大步一样 十分惊讶 我要去日本上学了 不知何时能回来再看义母 我很难过 可又无从表达 义母见我坐在她身边 一声不吭 对我说 孩子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如果有什么你想带到国外 告诉我 我给你弄去 我说要带一个风筝和两个剑子 义母听后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她说 带风筝绝不可能 谁见过长途旅行带风筝的 义父一直忙她的公务 并常被总统招去 我很少见到她 义母总是和我在一起 她吩咐门房 我去的时候盖不会客 一天晚上 看完戏回来 义母泡上茶 坐在寝室里 看了我半天 叹息了一声 说 你爸打算让你在日本待多久 表哥说 跟那儿要学点什么 至少得三年 义母停了一会儿 又说 三年以后 你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想着干妈了 也许 我会让你义父带我去日本看你 可她现在公式缠身 真没办法 我要有三年见不到你 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被深深感动了 只想哭 但抑制住眼泪 坐近她 紧紧拉着她的手 叫她给我唱一首送别曲 《阳关三叠》 这支鼓曲 坐于一千年前的唐朝 长亭柳依依 未尘朝雨 亦清晨 客舍清清 柳色心 劝君跟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长亭柳依依 商怀 商怀 古道送我故人 相别十里亭 情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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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意最深 不忍分 不忍分 未尘朝雨 一清晨 客舍清清 柳色心 劝君跟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弹头行礼 杀头九尊 写酒 在长亭 直尺千里 未尹 心已先醉 此恨 有谁知 哀可怜 哀可怜 哀哀可怜 不忍离 不忍离 未尘朝雨 一清晨 客舍清清 柳色心 劝君跟进 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勘探 商与身 寄与私同 对景 纳经 伤情 盼真经 盼真经 未尘何日归成 对着此香劳 香劳有限 此恨无穷 无穷伤怀 楚天香水 隔渊心 早早脱灵红 情最阴 情最阴 情意最阴 悉忍分 悉忍分 从今别后 两地相思万种 有谁 告成 阳关三叠 曲调悠扬古雅 第一部分 描绘了离别之地的景致 音乐 平稳中 露出哀怨 第二部分 表现主人公的 离仇别墟 音乐 明显带上 强烈的感情色彩 第三部分 由二胡奏出 音调悲哀而深情 我想 真正的情感 是超越语言的 第四部分 又回到现实 主人公意识到 就要与友人分离 音乐 在此渐缓 慢慢结束 异母的歌喉 婉转动听 她讲的国语 带有山东口音 语调平缓 亲切 富有魅力 仿佛夏夜里 一条流水残残的小溪 又如同微风吹过 春日清晨的竹林 她唱完以后 我动情地哭了 义母放好琴 对我说 你走后 我怕不会再谈了 我会想你的 吃过晚饭 我就睡了 半夜里醒来 月光洒满房间 一切都披上 银白的光 美丽 神秘 却悠怨惆怅 义母的卧房在隔壁 她还没睡 我听见她在屋里走动 然后 抚琴弹奏 普安咒 我知道 她这是用音乐 安慰自己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 让音乐的波浪 涌遍全身 我觉得 自己好像一条鱼 在美丽的池塘里 尽情游荡 突然 我想到明天 就要与异母分离 心下 便升起一股 难以忍受的 悲戚毁汗 我睡不着了 干妈 我低声叫着 我能去你屋吗 我就怕你睡不好 她说 来吧 披上棉袍 添凉 她让我坐到她床上 盖上厚棉被 她也坐过来 琴放在膝上 我叫她谈我爱听的 平沙落雁和流水 皎洁的月光照着一抹好看的脸 灰色的幽光 带给我难忘的忧伤 此时 正值早春 水仙 梅花盛开 心香袭人 我记起来 认识艺母 有一年了 但是 最近 哪天 严曼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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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